hello 大家好 刚刚把鸽子放出去加飞了 广东已经昨天晚上开始渐温了 早上起来真的是冷到不行 夜晚的温度渐到了4-45度 然后特别的寒冷 早一点把鸽子放出去加飞了 然后把这里面的卫生 西架上面的分辨打扫了一下 把水壶洗了 换上新的水 仰赛格就是这样 不管天气多冷 只要说不要下大雨 我们每一天的加飞是不能落下的 就像我们人的 就像我们运动员那样 每天都要去断量 就是不能停 鸽子放出去之后马上出圈了 飞远去了 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象象 证明我们加飞的质量很好 等一会回来我们就开始喂鸽子 今天我们给鸽子喂一点那个 蔬菜丸 我们先去调料 我们现在来 我们现在来准备一个赛格的网仓 这个是煮粮 薯粮 然后搭上我们的清除 因为我们小鸽子现在换雨 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换好 所以还是要给一点清除鸡鸟 而且像这种天气 鸽子的消化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们鸡鸟 我们鸡鸟里面那些 我们那个清除鸡鸟里面 那些稻谷大麦之类的都是没有脱壳的嘛 它能够刺激我们赛格那个消化系统 所以是比较好的 而且我们现在天气比较冷嘛 我们营养要一定要均衡 可以夹一些这个蔬菜营养碗给它吃 它这种东西主要 是要摄取它的微量元素 它这里面含有铜铁星蒙 你看上面都有写的 这东西的话 现在天气冷 我们不用给的太多 如果夏天的话 喂这种是很好的 它有一个降火的效果 我们不用给的太多 给一些就行了 再一个有些 你们的鸽子刚喂的话 可能不习惯 你们没有喂食之前 可以先给它吃这个 吃完之后再给食 这样就不会鸽子不会不吃了 今天我们还加了一些 这个红土王给它吃 这种也是来帮助它那个 换雨的 能说懂它这个换雨区 我都是直接加到飼料的 因为我的鸽子已经吃习惯了嘛 现在我们天气比较寒冷 然后鸽子的加飞 也是达到了一个量 我们还是要给一点营养 直接给这种营养量里面的 就是有玉米的 不要给多 给个两三把就可以了 因为它现在消耗比较大嘛 天气冷 如果是你的鸽子不加飞的话 就是加飞时间很短的话 我就不建议你们去加这个 营养量了 玉米 玉米就不要加了 我们的鸽群已经回来了 还差六分钟 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今天的任务是一个钟 现在还差六分钟 马上就到了 跟了别人的鸽子吧 因为我没这么大的一群 应该还有别人的鸽子 我们现在不要给它们停下来 估计鸽子差不多要停了 越飞越低 矿泉水平 铁皮 给足一个钟 之后我们再让它下来 没有一个钟 我们不要停哦 尽量让它们达到每天的任务量 一个钟头之后 它们要飞就飞 不飞就让它们落下来 拿上我的神器 一会飞完 我们就来喂食 刚准备喂鸽子的 忽然有事 急忙的跑出去了 现在才上来喂鸽子 现在已经七点多钟了 我家的那个蔬菜王 跟那个红土蒜头王 你看 我的鸽子基本上都喜欢吃 因为喂习惯了嘛 那种东西 如果你们一开始喂的话 鸽子不吃 你们可以给它 饿一下 然后先不给料的情况下 先喂那个 先喂那个蔬菜王 慢慢习惯了它们就会吃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 感谢大家的关注跟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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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